都是 進球數最多的人 進球王 所以說今天是科里澤 以及哈維爾拉維克斯 這兩個人之間的一個大對決 球賽現在正式的展開 烏克蘭隊穿的是 黃藍相間的球衣 西班牙隊呢 傳統的顏色 紅色的上衣配上深藍色的短褲 相信大家在2002年 日韓世界盃的時候呢 對於西班牙球衣就已經絕對不陌生了 我們來看看這場比賽呢 這兩支球隊分別排名 世界第三以及 第四名的球隊交手起來呢 會擦出什麼樣的一個火花 第一開始西班牙隊 就咄咄逼人 在防守的時候呢 守得非常非常的深 哈維爾拉維克斯 背號7號的西班牙球員 在上一屆世界盃當中 西班牙擊敗巴西隊 靠的就是他 在五人制足球賽當中呢 很多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跟十一人制足球賽 有很大差別的一些規則上面的不同 我們也會在比賽當中呢 隨時來為您介紹一下五人制足球賽的規則 像是剛才呢 在邊線球的時候呢 必須要用腳來踢進場 就是一個五人制足球 特有的一個規則 西班牙隊一開始就 及時的起腳 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五號的歐羅 我西班牙隊呢 跟上一次呢 世界盃的陣容呢 做了非常大幅度的一個調整 上一次歐洲 在世界盃當中 十四個人呢 這一次只有五個人 來到了台北 有九個人呢 已經不見了 有些是退休 當然有些呢 是因為受傷的關係呢 必須要退賽 剛才蘇 剛才烏克蘭 非常少見的 在五人制足球當中呢 頭會去碰好球 一般來講 五人制的足球 這個球都是壓在地面上而打的 所以很少會有 空中的球的機會 我相信今天這場比賽呢 雖然說沒有中華隊的出賽 但是西班牙 出戰烏克蘭隊 絕對是一場世界 最高水準級的一個比賽 西班牙最近的近況呢 是還算不錯 在最近的幾場比賽當中呢 西班牙隊還是當然啊 贏多輸少啊 像是在最近T2幾場 這個暖身的友誼賽呢 西班牙隊9比0 大勝安多拉 6比2擊敗了波蘭 5比1大勝的蘇聯隊 所以說在西班牙呢 在最近的幾場比賽呢 事實上表現非常好 我們可以說西班牙 在2000年瘋亡之後呢 戰績呢有多厲害呢 雖然說目前世界還能第三名 但是呢目前西班牙隊 西班牙隊這個美名球員呢 腳上的鏡頭呢 都非常非常的強 可以看看西班牙隊 在防守的時候呢 對於烏克蘭球員的一個壓迫 壓迫之深啊 非常相信他們自己球員的個人技巧 就是西班牙隊的門將 路易斯阿瑪德 身高呢是186公分 事實上呢 西班牙這一次來的球員呢 總共有三名 是守門員 而且身高都非常的高 路易斯阿瑪德 186公分 已經是最愛的一個人了 另外呢 還有身高192公分的 再看一次西班牙這次 進攻在門前 哇 烏克蘭的門將 讓奮勇把球給擋下 用生命來救球 西班牙隊 要從中攔截 球出了界外 哇 這場比賽 這個節奏速度非常非常快 我們再看一次慢動作 哈比爾羅里加斯 縮腳近射 被烏克蘭隊的門將 波波夫給擋下來 今天 烏克蘭隊的門將 波波夫相信呢 會有非常忙碌的40分鐘 烏克蘭 這個主力球員呢 在球場上面呢 事實上對於五人制足球來講呢 這個主力球員呢 差別實在不大 只要球隊呢 板凳深度夠深的話呢 隨時都可以上下 現在西班牙隊有機會 七招 打歪 就在五人制足球當中啊 球在速度呢 實在是飛快的不得了 隨時隨地呢 會進行攻防轉換 上次看看這十四號的西班牙隊的 馬切羅 馬上就已經攻到了烏克蘭隊的門前 目前為止烏克蘭大概只能在外圍做 船切的動作 還沒有辦法有效地突破西班牙的防守 可以看得出一點西班牙的個人的基本動作 似乎要比烏克蘭的選手要稍微優異一點 畢竟西班牙上一屆世界盃的一個冠軍 而且從上一屆世界盃封王之後呢 從2000年開始算起好了 他們的戰績呢 非常非常的輝煌 46勝 零敗 四合 從來沒有輸過 從封王之後 西班牙國家隊是一支不敗之軍啊 由此可見西班牙是多麼可怕 而且這一次來到台灣之後呢 當然台灣的媒體還有國際媒體 對西班牙隊呢 都是保持高度的興趣 西班牙隊的練球呢 都是關起門來練球 不讓媒體來采放 西班牙隊這支球隊呢 用軍呢是非常非常嚴謹 跟大家印象當中 西班牙熱情奔放的一個個性呢 是不大一樣 這當然也跟總教練 羅薩諾他的用兵哲學呢 是有關 哦呦 這個犯規就在裁判的眼前發生 抓個正著 哈維爾·羅里格斯整個任坐了一個飛機 烏克蘭隊的六號 曼蘇諾夫 這一腳出去以後呢 讓羅里格斯整個任騰空而起啊 相信大家在這幾天呢 如果有看年代新聞 所為您播出的 世界杯進球賽 哈維爾 進球大集計的話呢 對西班牙進球絕對不會陌生 在開賽 只不過短短的四分多鐘的時候呢 西班牙就率先的破門 這一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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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 十四號的群人抓住了射門的時間 在烏克蘭的選手還沒有防守的時候 還沒有站好位置的時候 門將還沒有準備的時候 他已經完成射門動作 所以這個球是真的是一個好的群人 西班牙四號十四號的馬切洛 在開賽只不過短短的四分鐘呢 就率先的破門 現在使得西班牙隊 1比0領先強敵烏克蘭 哇 誰先進球呢 的確是對信心呢 會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現在西班牙隊快速的一個進攻 胸口停球 沒停好 五人制足球因為球場小 所以說呢 控球一定要講求精準 像是用頭頂啊 胸部啊 這些不大容易停球的位置呢 在五人制足球當中呢 運用的機會就不高了 現在烏克蘭隊要快速的反擊 門將趕快出來救駕 西班牙隊的門將Luis Amato 再看一次 這是Marchello這個進門 非常非常精準 烏克蘭隊的門將 波波夫 擋在門前也擋不下來 Luis Amato 很快地交給隊友 Marchello Marchello又來了 又是利用個人的技術 想要突破到門裡面 想要把球往進去裡面傳 在球場上面的無時無刻呢 這五人制足球呢 是絕對不可以鬆懈的 隨時有可能 對手會攻到你的門前 隨時有可能呢 對手會反手為攻 TK 被半倒在地 西班牙當然對於烏克蘭隊的第一號大主將 四號的科里澤 是嚴加的看管 科里澤在2001年以及2003年的歐洲國家倍都是進球王 都是金薛獎得主啊 在上一屆世界盃的時候呢 金薛獎得主呢 不是Javier Rodriguez 而是巴西的老將 巴西的老將 Tobias 在這一次呢 巴西 是被分在B組的比賽 那B組的比賽呢 是在桃園縣的林口體育館來進行 西班牙這一開始守得非常非常嚴密 烏克蘭的球員只要進到禁區附近 不用說進到禁區裡面好了 進到禁區附近以後呢 就會見識到西班牙鬥牛式的一個包夾式的防守 西班牙隊這一開始進攻非常積極喔 隨時有機會呢就會往進區裡面送球 到目前為止啊 這個您看烏克蘭對的進攻正式如何 我目前所看到的烏克蘭 我覺得說他要突破西班牙的防守非常困難 因為從他的整個進攻的正式上面來看呢 看不出有個人的優異的基本動作 能夠突破西班牙的個人的一個防守 所以他只能靠團體的一個傳切走位 這樣來找機會 但是畢竟他碰到的球隊是一個世界上 目前排名第三的球隊 所以要能夠得分 勢必要更加用心 漂亮的一個撞牆式的傳球 還好是被西班牙的防守球員給碰了一下 要不然西班牙隊的門將Luis Amado 這球有沒有機會 來把球擋下來呢還不知道 烏克蘭 6號的曼蘇維夫 這一腳射的是非常有勁道 Javier Rodriguez來了 Javier Rodriguez被半倒 這一球是烏克蘭的曼蘇諾夫 他的犯規 再來看一次賣動作 Javier Rodriguez 抄到球以後呢 用個人的基本動作 持球往前推進 當然五人制足球大部分時間呢 都是用腳底在控球 Javier Rodriguez現年是30歲 曾經在 在2000年的時候呢 在面對巴西隊的時候 個人射進兩球 並且呢 現在呢 世界的個人的一個足球先生的排名呢 排在第六名 在門前 又是有機會 因為西班牙隊攻勢 一波接一波 Javier Rodriguez 差一點點把球給頂進 這場西班牙出戰烏克蘭的比賽呢 果然 世界排名第一 第三名 出戰第四名的球隊 提起來到目前為止 八分鐘毫無冷場 西班牙隊 現在看烏克蘭隊 進攻 較為積極了 有機會 在門前 掌握 這回是西班牙隊的犯規了 西班牙隊 西班牙隊這場比賽第一次的犯規 畫面上看到西班牙隊9號Andrew Andrew呢他是西班牙隊 國家隊有史以來進球數最多的球員 這一下的犯規呢 是西班牙隊這場比賽第一次的犯規 這一次西班牙隊呢來到台灣的一個陣容呢 嚴格講起來呢並不能算是最強的球隊 啊有進了素耶 這回是哈比爾爾爾瑞克在門前漂亮的一個做球 做給了就是西班牙的進球王 9號的Andrew Andrew呢 這已經是他為西班牙國家隊所踢進的第56球了 我們再看一次慢動作 Andrew為西班牙國家隊 效力了60場球 這是他還有第56次的進球 幾乎是每一場比賽都可以進一球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次進攻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攻到底線的一個進攻 防守的都被拉到了底線 所以呢他在門前的地方這防守就洞開了 造成呢Andrew有一個機會打一個空門 烏克蘭隊 要拿出世界排名第4名的一個實力 用頭頂的一個傳球 頭水的傳球 西班牙隊忍定忍的防守 然後再上來4級的包夾 烏克蘭隊 事實上呢他們在 2001年以及2003年的歐洲國家盃當中呢 連續兩年拿下亞軍 絕對不是一支好惹的隊伍啊 只不過一開始呢 被西班牙隊氣勢給打起來了 哈比爾爾爾爾瑞克的犯規 我們再看一次慢動作 這是瑞克一個漂亮精彩的傳球 殺到進去裡面 交給Andrew Andrew 輕輕鬆鬆一個反彈 直接射門 所以五人之足球啊 有時候進到不用大 小勁兒最重要 小勁兒 也有不只好 楊小勢 連續還 呢 呢 跟小勢 玩意 高 一個 我們的 男子 不是 天啊 官手 你 你 全家的防守柯里泽完全没有角度 被收盟员把所有的角度给封死 上半场目前进行了一半 上下半场呢五人制足球各踢20分钟 五人制足球呢在世界上面事实上发展呢 已经发展了非常久 在1930年代呢就已经从南美洲开始 然后呢国际组总在1988年正式来颁布规则 在1989年呢 与荷兰举办的第一届的世界杯 而西班牙呢 从1989年的第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 是每届都参与 在世界上面呢事实上只有四个国家 曾经完成过 西班牙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角西班牙队 Kike 想要来一个起习没有成功 这一角西班牙队 他有一个人从1989年开始 他想要来一个小医生 他想要来一个小医生 他想要去抵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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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腳位的成功 現在西班牙隊開始大軍壓進 烏克蘭積極的抄球 西班牙隊大腳解圍 在五人制足球賽當中呢 只要球一出了邊線或者是端線的話呢 馬上就停表 這跟十一人制足球呢是有所不同 有一個正式的計時員來負責控制時間 西班牙隊 哇 抄到球囉 現在有機會 可以來進攻 有機會 起腳 被波波夫給擋下來 烏克蘭的門將波波夫 這樣比賽可以想見會極微的忙碌 再來看一次慢動作 這球抄到以後呢 非常快速的往前推進 西班牙隊的隊長 烏克蘭 這個時候也上場 哇 西班牙隊又來了 又一次殺到門前 波波夫再把球給破壞掉 安德烏 這位就是西班牙隊的總教練 Luzana Luzana 呢 擔任西班牙隊的總教練呢 已經超過十二年的歷史 在上一屆的世界盃 獲得冠軍以後呢 正是他成為西班牙的國民英雄 烏克蘭想要直接起腳射門 但是呢 沒有踢中球 比賽到目前為止可以看到就是西班牙的個人的基本技術 似乎要比烏克蘭的選手要好 在比賽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到西班牙的選手有個人的一個過人的一個動作 造成烏克蘭的防守上面產生一個困擾 在烏克蘭方面呢 我們似乎目前為止還看不到有個人的一個過人的一個動作 烏克蘭畢竟在2001年以及2003年呢 都在歐洲的國家盃當中 國家錦標賽呢 踢到了最後的冠亞軍決賽 分別在2001年 1比2輸給西班牙 2003年 1比2輸給了意大利 烏克蘭這支球隊呢 畢竟有他的一個戰績 輝煌戰績擺在這邊 烏克蘭呢 也絕對不是一隻弱者 而且呢 兩場比賽 事實上分數都很接近 1比2 1比2 是的 尤其在9月1號的時候 在四場邀請賽 在德黑蘭舉行的時候呢 烏克蘭還可以跟上一屆的第二名 巴西打成3比3平手 不過講到這邊就有趣了 在那場比賽呢 3比3打成平手以後呢 隔天再戰 居然烏克蘭呢 2比4輸給了伊朗隊 可見烏克蘭這支球隊有點大喜大落 在五人士組織 他的精彩好看的地方就是說 任何一個球隊啊 沒有說你絕對會贏的 你要是稍微一個疏忽 被對方一個快速緩擊 馬上就會有四分的可能 我烏克蘭呢 倒是在10月份的 FUSA世界大學錦標賽當中呢 曾經有以3比1打敗巴西 當時的大學代表隊的一個紀錄 而當時呢 烏克蘭正中的大學代表隊的主力呢 十三號 背號3號的Nesztaruk 在這一次呢 也入選了正式的國家隊 那目前為止 雖然還沒有上場 但是我們也期待 看到這位年輕小將的表現 目前烏克蘭的在上半場的累計的犯規 已經到達了5次 上半場而後的犯規呢 烏克蘭如果是上半場而後繼續犯規的話 就勢必將要給西班牙一個十公尺的犯規 就是這時候要的 跟 больше全部都不能大家 進去中共的 越來越後展示了 最weder 要走不來 上半场还剩下最后的五分多钟 目前西班牙队以2比0领先乌克兰 西班牙队又来了又来了又有机会 马切罗 整个人飞起来做一个云烧飞车 跟门将波波夫的相撞 马切罗这一脚也踢偏了 乌克兰队一次控球上面失误 让西班牙队逮到机会 马切罗马上就已经攻到了门前 波波夫做了一个大飞机 球没有提进 到目前为止 西班牙队掌握了整场比赛 在上半场大部分的一个进攻主动拳 西班牙的守门员在直球门球的时候 因为他把球整个超越过的球门线 所以被采犯吹了一个直接自由球的一个犯规 这个直接自由球呢 乌克兰队 要选择从哪 这个这一点的话呢 有没有说固定要从哪一点来发球 我采犯判的是重新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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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控一控要回传给Rarigas 结果居然传出了界外 Andrew 西班牙队的进球王 是西班牙在国家队呢 有史以来进球最多的人 在这一次呢 大家也有机会来看看西班牙这种 拉丁足球的华丽踢法 是西班牙这种一流的禁律啊 下一场比赛的中华队 就要来面对西班牙斗牛是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 西班牙队在门前有机会 对 安德鲁门人被绊倒但是没有事情 现在Rarigas交给中间的Hulio 可惜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球比人快了0.05秒钟 乌克兰队的进攻 上半场还上了最后的四分钟 乌克兰控球 等待队友反身 有机会的话可以直接射门 没机会的话再传出来 从禁区外面大脚的一个长射 乌克兰队逼得非常的紧 四级要抢球 但是必须要小心自己的后防 十分钟 很快 现在要是双赛的 也就是双赛的 那一个人 謝忻也是32歲,是這一次西班牙隊鄭中年紀最大的一位球員 烏克蘭隊到目前為止呢都沒有辦法讓他們的明星球員柯里澤有太多的一個發揮 球勢呢幾乎是一過了半場呢就被西班牙隊給擋下來更不用說跑到進區裡面了我們看西班牙的門匠阿瑪斗都已經跑出來了 在進區裡面呆的有點無聊在這一場比賽當中呢西班牙隊雖然說上一屆世界盃奪冠的原班人馬當中呢只有五個人來參加這一次世界盃 但是西班牙隊畢竟是五人制足球的一個祖國之一在歐洲最早開始踢五人足球的球隊之一 他們在國家當中呢總共有16支的國家隊16支的職業隊總共有超過300萬的一個足球人口 可以想見西班牙五人制足球的一個風氣之勝 聽到這種數字有沒有很羨慕楊教練 這是一個別的現象 那今天烏克蘭如果要在西班牙的腳下逃到便宜的話 他對西班牙的靈魂人物7號這個羅德里格斯勢必要更嚴加看管 因為從剛才的進球可以看得到 除了他個人有優異的基本動作可以過人以外 甚至於他的一個助攻的能力 傳球的方向的準確性 要時間的掌握 都優異烏克蘭的選手 但是呢 阿瑪豆就等在這邊 阿瑪豆想要直接長傳 傳出界外 烏克蘭隊 從目前為止還是沒有辦法 他有效的突破西班牙隊的嚴密防守 阿瑪豆 給阿瑪豆擋下 西班牙隊控球 烏克蘭隊在進軍裡面壓迫 結果西班牙在門前已經有機會了 這一腳打高了 相當的可惜 4號的Sarejo Flerne Sarejo 怎樣 阿瑪豆擋下 中間 沒有機會再給到右邊來 哇 阿瑪豆擋下 江牙 既然在球場上面呢 烏克蘭的球員 阿瑪豆擋下 天下 他讓他上前 在五人制足球当中呢 先发球员呢 不代表 一定就是球队当中最好的球员 有时候也会安排一些这种超级名将呢 在球场旁边呢 在后半段的时候呢 在上场当扶兵 上半场现在最后的两分钟左右要结束 目前呢 西班牙原来是以2比0领先 来了来了 这一脚 被泼泼腹用生命给挡下来 西班牙队现在在球场上面的球员 包括队长忽利欧 九号的安德鲁 四号的瑟瑞宏 图克兰 再进去 可惜啊 转身踢射 劲道不够 马切罗 西班牙队的马切罗 交给拉里格斯 阿比亚拉里格斯 再回传 给队友Kinke 拉里格斯来了 站盘前 波波夫这球挡得精彩 直接第一时间的一个起角射门 西班牙队5号的欧肉 再看一次又是拉里格斯的助攻 直接由欧肉第一时间起角射门 要不是波波夫啊 这一球一定进 西班牙队来掌握大部分的一个攻势 这一角马切罗打偏了 西班牙队的马切罗 进攻的欲望相当的强劲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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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队积极地抢攻 结果犯规 西班牙队在上半场第三次的犯规 乌克兰呢 上半场目前是五次的犯规 乌克兰呢 上半场目前是五次的犯规 乌克兰呢 上半场目前是五次的犯规 乌克兰是乌克兰队正中的一个超级大主力啊 西班牙队目前是二比零里坚 马切罗以及西班牙进球王安德鲁各进一球 乌克兰 有机会 乌克兰 马上一个漂亮快速转身 这就是乌克兰队的正中第一号大主将 2001年以及2003年欧洲国家杯的进球王 这就是进球王的一个本领 球虽然没有进 但是意思到 乌克兰队 上半场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能不能突破西班牙队的防守呢 西班牙队的King K 赶快把球给化解 一旦发生危机的时候呢 防守球员第一个反应动作呢 先把球给弄出去再说 乌克兰请求暂停 在上下半场呢 两队各有一次暂停的权力 乌克兰队的总教练呢 喊出了一次暂停 乌克兰队的教练呢 很厉害哦 在成立一年之后呢 1984年呢 马上就能在国际的锦标赛当中夺下的冠军 有见乌克兰这是球队 毕竟呢 是有他一定传统的实力 就是乌克兰呢 这一次呢 是他第二次的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在第三届的时候呢 在西班牙所举行的比赛当中呢 也曾经参加过世界杯的锦标赛 在暂停过后呢 现在比赛再度恢复了巨型 要由乌克兰来发脚球 脚球开进来 哎呀 结果出界了 西班牙的球员碰出界的 西班牙队的防守球员Kinkei 现在是Kinkei 交给Rarigas Rarigas 观察 交给欧柔 再回到Rarigas的脚下 Rarigas 控制全场的一个节奏 没有机会的话 交给门家Armando Armando 用脚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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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出界 剩下18秒钟 上半场结束 目前西班牙队 是以2比0领先乌克兰 这场比赛 世界排名第三名的西班牙 出战世界排名 第四名的乌克兰 在上半场 目前是西班牙斗牛士 占了上风 来 Havier Rarigas 来了 剩下10秒钟 9秒钟的时间 乌克兰赶快先把他给挡下来